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乘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节目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我们 升空之星服务器的这个第七集 好,那么在我右边的是七七 他现在不能说话的 对,他有那个爱破坏爱捣乱那个七七 好,那么今天这个不晓不在 他在上班,那么就只有七七来这里了 好,你看他这个披风,那么帅是吧 哇,彩色的苦力怕 很厉害,很屌 我记得这个苦力怕是 如果你后面弄上翘翅的话 它是翘翅是直接会有那个图案的 这个是特性 特性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做这一个 要发展一下农业区了 那么这个农业区呢 我们首先就是要做自动化的东西 那么自动化的 我们现在能做呢 就是一些西瓜田,南瓜田,对不对啊 因为西瓜田,南瓜田呢 我们是我们只需要一些红石啊 什么的啊 那么还是比较好做的 然后这里的话我得把这个山稍微平 稍微这个铲一下啊 把山稍微铲一下 完了呢,我们就下面还要再平一下 那么这个是有顺序讲究的 我们呢,得先放这个铁轨 哎,不对 对,不能先放铁轨 先放 哎 对对,先放铁轨 先放铁轨啊 先放铁轨 那我先把这个单片这个南瓜田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哎,我们的观察者还没做啊 好,那我现在做一个啊 就做一个观察者 来这个演示一下 观察者的话 我们需要是一个石鹰 然后一些红石啊 还有一些 哦,糟糕 对,这观察者还是要原石的 我想起来了 所以原石的话 我记得它是无序合成的吧 我试试放这边 啊,对 都是可以的 哎呀呀呀 看把哪个丢掉 精力不要啊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来比个样子啊 来 这里呢是要朝下的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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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啦 这个这个不对 这是一个朝上这么一个观察者 哎 然后上面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 如果没记错 这里是先放一个活塞 那么这个活塞的上面 隔一隔 它会有一个 我看我像看 这上面隔一隔 这上面 有个年性活塞 我记得是 好 我自己做都要忘了 然后年性 年性活塞完了是 我们的这个红石块 红石块 对对 就是这样 好 看这里呢 放一个普通活塞 来去看一下 放个普通活塞呢 哎 嗯 啊对 就给推出去了 刚才不知道什么 没有推出去 有点奇怪了 我们再来一次 哎 你看它怎么推出去 那么换成南瓜的话 它就会掉落 不用的 不用的 这个方案是我在 这不用 不用活塞的 这个方案呢 是我在这个 MCBBS上面看到一个 然后我的当时方案呢 是这里放一个更新的活塞 所以 他那个比我少个活塞 那我中间这个活塞 它是多余的 不用的 哎 你这块就放好了 然后下面的话 先别急啊 我们这个下面铺贴鬼的 就是 然后再往上搭高一个 往上搭高一个 这个先 这个先不着急的 先不着急的 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漏斗 什么的那些位置啊 然后我想想看 把这个放在 不得先放箱子啊 来 这个是普通箱子 哎 普通箱子先这么放 普通箱子完了 是我们的陷阱箱啊 哎 哎不对啊 陷阱箱总就两个 刚才看到我四个 我眼花了吗 那不管三箱就三箱吧 然后哎 来 这个中间放一下 来 其实中间放一下 这个 对对对 然后这里呢 下面我们要放 三个漏斗 又要 我在单机里 这个试过的呢 由于上面 它这个 这个卸货系统啊 又经常出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 把这些 就把这个卸货系统 直接改成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呢 当上面的漏斗 矿车直接经过这里的时候 它会直接把东西给漏下去 啊 就不用 那些 比较气啊 什么的 然后这里全都换成石砖 来 直接换 全都换成石砖 先别放太长啊 可我得看看我们这个距离够不够 我去做一点年性活塞 和这个普通活塞 我看看啊 哎 铁有五十个 对 我们把原石 哦 原石在我身上 哎 什么时候上来的 来 我们做一下 这个 活塞啊 哎呦 太多了 一组的话 肯定是做不到的 哎呀呀呀呀呀 卡了 来 合成一下 它什么 二十个 二十个什么 糟糕 没有木头 还有拿木头 嗯 要不要合呢 合 哎 好 二十八个普通活塞 和二十八个年性活塞 已经合好了 来 我看看这里做怎么样了 这下面还有铺铁轨啊 铺那个 红石块 对 铁轨我记得这里有很多的 哎呦 哦 动力铁轨 冲冲铁轨 哦 冲铁轨好多 我怎么拿了 是拿了四组啊 其实你人呢 哦 在这里 对啊 普通铁轨你有吗 等会等会等会 别这 这这不能放 这不能放 你红石 红石块往后放一个 按着漏斗了 这里 对对 这边我要改一下 来 这也都放一下 OK 我打算把这个 做的比较长一些吧 来我们从中间数一下 二十八个话 可能取不了整吧 这个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啊 二十八个 我们数个看 嗯 尽力就不要了啊 来活塞 我们还要放泥土 哦 要搭那么高 呃 我看看 没事 你先搭着这个 普通铁轨的话 可以最后再放 反正也不是很着急 这一格呢 是这个耕地 这一格是放南瓜的位置 然后所以这个下面要放一个观察者 哎 朝下观察者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是要放活塞的位置 哎 普通活塞就这样 来吧 我从这个箱子左边开始啊 我往这边放十四个 诶 糟糕 没地儿了 来往这边放十四个啊 这边呢 反正都是要 都要吊盐过来的 不要吊坑里啊 没事 过来慢慢来 好 这边十四个 这边有这么多 我们这边再慢慢搭过去 诶 这里有五个了 这个南瓜铁呢 它可以单片堆叠 所以它可以是 无限堆叠 一直堆叠到主成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哈哈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 动力铁轨先放上 诶 我感觉这里可能 能量不太够吧 诶 对 能量不太够 没事 我这里放一下 红十块 不着急啊 红十块比较多 上次有好多红十块 居然全上布角放到那个自动熔炉的箱子里了 我也是 这里的话 哟 多敲了一点 这里呢 我们全都放上红十块 然后就要准备睡 不对 放上冲铁管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 来 先去睡个觉 OK 我们继续干活 那我还是要把这个铁盔给铺上 我们尽量能不用这个急跑键就不用这个急跑 诶 这里到头了 诶 这 这个下面 抠 往下面直接强硕能这个 这个石头 诶 放错一个 OK 都放上去了 没有问题 很好 诶 那么这下面没有红十块呢 也能看出来它是被激活的啊 但这样会不会感觉不对称啊 但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哎呀糟糕 这个红十块不对称啊 你看到了没 这是神尴尬啊 神尴尬 没事 哎呀 好 你放的 我就知道是你放的 嘿嘿嘿 好 这边都放上来 OK 没有问题 就差你的这个普通铁轨了 然后还差我的年型活塞 现在也放一下 压 就是上了一下 哟 OK 等会儿这 哦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没毛病啊 我这里就放这个普通活塞 就可以了 诶 母脑放 这里的话 诶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 你前面都放石头干嘛 为什么前面都放上石头啊 有两排泥土啊 前面石头就不要的呀 哦哦 那你放 没事没事 你放 对 你侦测器得赶紧先放上啊 来来来 我先 那我先把红石块也放了啊 你没侦测器 来给你红石拿去核 给你原石拿去核 箱子有好多石英的呀 你忘了吗 箱子有好多石英的 就算这边没有 然后我们 就地狱门那边 好像还有八九组石英呢 用石英一挖就夸插一大坨 来我先把这个泥土先给放上 不着急啊 泥土的话 这里有很多 这不缺就是泥土了 那么这也打 就打算就不用这个 就不用这个供水系统了 就让它这么干着 就让它这么干着 我觉得到时候的话 这个 干着田的话 对我们到时候 这么一排一排的种过去 就这么一排一排的做过去 南瓜田的话 也许以后有材料的话 可能还要再做一排吧 再做一排 然后再做两排西瓜 这么多石砖 然后我把这个 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 主要是现在就差这个侦测器了 观察者就是 等会儿 嗯 我挖个看看 挖个看看 会不会会有什么反应 啊对对 收坏就对了 收坏就对了 就得收回来才行 耶 就得就得收回来 没事没事没事 收坏就对了 要是它收 伸出去的话 就得跳来再重新来 你边做好了吗 哎呦怎么还23个火塞 哦年 对对对 它没放 看这先把 东西先整理一下 我再做一把 铁锄头都做不了了 哦这有一个石锄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连石头都没有了 哦这有石头 呵呵呵 你在逗我吗 来 这个石锄走起 除了石锄呢 我们这要 这南瓜灯啊 这我看错了 那我们那些南瓜去哪了 哦南瓜在这里 三尺南瓜肯定够了啊 哦它已经把这个 侦测器放好了 那么现在来放 粘性活塞 走 哎一直右键不放都可以了 放粘性活塞 还是很轻松的 没石头 没有原石是吗 哦我这里 还有58个原石 你看够不够 哦一个侦测器 需要6个原石 我的天哪 火坑 对我想起来 需要这么多原石 六十多 哎不对 六个原石啊 那么这里28个 28成刀 你们自己算吧 我反正挺多的 要实在不行 我们稍微刷一会儿去 因为我们那边 刷石机的话 刷的其实都是石炮 没有原石啊 好 那么现在 趁其心 我们放这个 观察者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放一下 粘性活塞 这个要同时进行 最后这些年性活 这些活塞上面 还有 这个还有红石块上面 全都要放上 这个半砖的 半砖我有 我看看 哎 有没有拿吗 这 好吧 但我什么都没说 有没有什么都没看见 嘿嘿嘿 哎呦 哎 怎么全都 哎 奇怪 我看怎么全都 复位了一下 等会儿 等会儿 糟糕嘞 不对啊 刚才应该都是 都能直接那个 弄进去的呀 应该都是能直接 收到里面去的呀 你看像这个 哎 你看你敲敲下面来 会有什么反应 哎 为什么你动了 最后一个 它又回去了 这是为什么 搞不懂了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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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搞完 最后一个之后 它又全都复位了 这个是为什么呀 见鬼了 把红石块 敲了再来一次 你看这里 放了一个 我这个 我这个敲的块 我看哪个是效率5 我拿效率5 敲 这边还要再放一下 红石块呀 哎 这 被顶住了 那边又是什么原因 这 怎么全都 这个是什么鬼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我就搞不懂了呀 要么就是活塞后面 你别放 别放那个啥 哎 我没红石块 要么就是下面这个活塞 不要后面 不要再放东西了 就像它那么着 我不要再放 不要再给它更新了 那也不对呀 我去 我放个南瓜 给我操 带上我 我去 放个南瓜看看 我去 我那个去 你看这又是好的 哦 它还催不了 见鬼了 哎 你看这就好了 放个南瓜就好了 好奇怪啊 哎 这 为什么呀 这个 有哪个大师 能给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哇 好奇怪啊 需要加活塞更新普通活塞 对啊 但我之前的单机也测试什么样问题的 这 好的那么这里呢也是过一段时间了 由于上次录制出了一点小问题呢 那么就继续把后面这段补上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是基本上完工了 基本上完工 上面用的是这个 淡蓝色染色玻璃啊 上面都是淡蓝色染色玻璃啊 下面是放的三个箱子 有一点点小卡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是打算要把这个水放上 但是水啊 我就打算放到我们的后面啊 就是我们放到活塞下面这个方块那个位置 然后用精准敲一下 我们这里呢都要把它给拆开啊 拆开之后 把这个石砖也给拆开 放上水 再把这个玻璃给放回去 所以呢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麻烦啊 不过没有关系 来稍微等一下 OK 那么这里嘛 我就直接放这一排水了 假如说 肯定放一格水的话呢 不好看啊 就一格水不好看 来 你就这么一路拆过去啊 哎呦 到时候呢 可能会把水流 水流啊 就全都流出来 到时候 不过 马上填上就好了啊 好 那么这里放凉桶水 准备做无限水了 来 哎 到时候 可以 有一点点 她 好 现在 好,那么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水晶是全都给放上了 那么现在呢,就要把这个剩下玻璃给放上了啊 哎,因为我们装的是有optify的呢 所以啊,我们看着玻璃呢,都是没有缝的 看起来就特别的舒服,对不对啊 好,这都放一下,哎呀,不能放里面啊 这个玻璃还真是不好对啊,你看它就那么一小点 哎呦,就会有一点,有一点的卡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 来,剩下都放上,哎 OK,那么现在水流应该都会消了吧 对的啊,水流都消了,很好 那么把这个水源啊,已经放上了 你看泥土啊,都已经变湿润了,对吧 好,那么这里上面有关了之后 这个水呢,正好是在这个下面,这个活塞在下面啊 好,那么这个看起来,其实还是很好看 就跟一个实验室似的,对吧啊 就跟那个实验室一样 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全程关注 那么也是记得订阅一下游胜的频道 好,关注一下游胜的微博以及推特 好,那么今天就先这样 各位拜拜